熊朝中是唯一一个拿过世界金腰带的 而那时候的邹世明还在努力争取中 他出生云南偏远山乡的贫困农民家庭 少年辍学 常年在家乡种香蕉 或者去煤矿当拉煤工 在最深最黑的煤井干最苦最累的活 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 赚十块钱 他23岁学权的目的 只是为了赚钱让自己过得更好一些 除了拳击 他一无所有 因为一无所有 所以他必须拼击所有 他是矿工拳王 是苗族拳王 是老百姓自己的拳王 中国职业拳击第一人熊朝中 一个煤矿坑里成长起来的穷孩子 为了生活和梦想 而走上了职业拳击之路 之前无任何专业队训练经历 他拥有IBIF泛太平洋区 营量级金腰带 和WBC亚洲区营量级金腰带 熊朝中身高1米52 B站1米54 职业战绩34站26胜 一平七复 7米5 6米5 4米5 2米5